一金昏 桑德拉在监狱的遍见本上写了十来分钟 然后撕下几页交给妮克 妮克把桑德拉怎样进了博物馆 怎样把复制品换下了的真话 把它藏在底层通往停车场那扇门的附近 然后又怎么袭击了李塔等细节读了一遍 妮克看完以后把纸塞进了口袋 妮克来到办公室的时候 李瑶正在喝着咖啡等他 和你的当事人谈完了吗 我不是正式律师 谈长先生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今天我来试想是桑德拉获师 眼下毫无这个可能性 李方主控官要求不予保释 但画已经找回来了 还有两副没有找到 而且还有谋杀的指控 你没有证据 我们有李塔的证词 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 他叫法里 专门搞小偷小摸 正是桑德拉愿意合作的那号人 他没有同伙 他是一个人干的 你是说他一个人偷走了博物馆的名画 我不信 我也能一个人实现这个计划 我可以重复一次给你看 再让你毁掉一幅名画 这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你还认为画被烧毁了吗 那你在他的手提箱里找到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是一件复制品 不关总监博尔曼先生正在做鉴定 如果我用同样的手法偷到其他一样东西 你能相信吗 但他对谋杀这件案子又能说明什么呢 你认为桑德拉烧毁画是为了转移视线 从而达到偷盗另外两幅名画和杀死同伙的目的对吗 我倾向于这个推论 但我并没有下这个结论 当我检查画框时 我发现画是被割下来的 但我不明白 他如何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下手的 我可以使你知道 你准备偷什么 你的警徽怎么样 哦 别想干这种蠢事 行了 这是你个人的东西 我是无法当场仿制的 我不知道你警徽上的号码 所以你可以轻而易举的确定我偷的是不是真假 而且我保证等事番一结束 就会把警徽还你 如果你不成功呢 那我就打道回府 把桑德拉留给你和法庭 如果我能使你信服 他与另两件案子没有牵连的话 那你就把人给我 好吧 你准备在什么地方行窃呢 当然是派克美术馆了 我现在需要从你那儿得到的 是另外两部名范儿的大小尺寸 尼克驾车来到停车场时 尼尔也刚从车里出来 他身边是副探长弗雷尔 尼克随身带了一只薄薄的纸包 想不到这儿还是热闹悲凡 我以为出了盗窃案和谋杀案以后 服务馆一定关闭了 他们正在举办募捐活动 他们为募捐者安排了早餐 中餐和晚餐三场活动 再过一小时 出席晚餐的贵宾就要到了 那个在门口抽烟的就是导演 呃 又出了什么事了探长 我希望您别再去提问那些姑娘了 他们很紧张 盗窃已经够糟的了 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 因为这起谋杀 他们都想回去了 他们今晚就离开 呃 等表演一结束就走 表演什么时候开始 七点 时间足够了 带路吧探长 一走进边门 迎面走来两个化了妆的姑娘 丽奥和他们打了招呼 并介绍了尼克 真是倒霉的一天 我一生中从未碰到过这种事 你不是遭到小偷袭击的那一位吧 不是那是Lita 我就是Lita 我还得回答更多的问题吗 只需要你把发生的一切简单的说一遍 他一拳击在我的下巴上 当我醒来时 他已经把我捆住了捆得很紧 他把我拖进了道具间扔在地上 又把我的衣服和包也扔在那 后来我听见火警声害怕极了 我拼命的用脚踢东西 想弄出些响声来 偷偷找到了我 替我松了榜 这时候画已经被毁了 另外两幅画也被盗了 停车场又有一个人被杀 请原谅探长 我得去取一些新的眼珠服 尼克一直望着陶特和两个姑娘 走到停车场边的一辆蓝色货车前 尼克突然想起了什么 当着了是怎么从这去机场的 租了一辆车子 我们在他的手提包里发现了租车的票据 什么意思 你不是推断死者是帮他逃跑的司机吗 但看来他并不需要别的司机 我们还在查他俩的关系 但抽锦辉这事 你打算放弃这个念头吗 带我去看看那两幅画被盗的地方吧 尼克跟着探长走在挂满油画的长廊里 尼克注意到弗莱车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在一个空画框前 李尔停了下来 这是一幅 另一幅在那儿 尼克仔细打量了一番画框 上面没有什么损坏的痕迹 只留有几根油画布的纤维 你在桑德勒那里找到的那幅画 也是这样用刀片割下的吗 似乎是的 但所有的证人都一口咬定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亲眼看见画被烧毁了 好吧 我来重复一下桑德勒的雕虫小记 我途中在美术用品商店停了一下 白十张纸抬成了这个尺寸 八成十三英寸 探长 请你把你的锦盔 钉在纸的正中央 李尔和弗莱尘交换了一个眼光 然后探长很不情愿地 从口袋里掏出锦盔 把他别在了白纸的正中 你们得稍稍靠后些 我将重复丧到了 使用照明弹的举动 弗莱尔副探长 请你准备好灭火器 我相信火是不会蔓延开的 但以防万一 李尔朝弗莱尔点点头 弗莱尔便走过去 从墙角处取来了灭火器 尼克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枚照明弹 你从哪弄来的 从车里 汽车应急箱里都配有这玩意儿 他们站到离画矿二十五英尺远的地方 李尔的警徽清晰地挂在白纸的中央 尼克拨掉了赵明弹的后盖 点燃了导火线 然后对准警徽投掷过去 花矿上顺时移植的情况 南车不由自己的提起了灭火器 等等 李尔举手阻止了他 只见照明大人毫无危险地掉落在地上 火焰很快烧毁了纸 但画矿几乎还没有熏黑 李尔的警徽不见了 他既不在火焰里 也没有掉落在地上 警徽神秘地消失 出手不凡啊 尼克先生 他在哪儿呢 尼克一笑 把手伸进口袋 拿出了那枚警徽还给探长 你现在对桑德勒做的一切相信了吗 李尔看了一下警徽号码 946 没错 是他的 他不得不佩服对方 居然在两双眼睛的注视下 干得如此低落 他玩了什么把戏探长 他唯一的一次接触警徽的机会 是在你去取灭火器的时候 他走到画矿前摆弄警徽的时候掉了包 他的身体正好挡住了我的视线 掉包 难道他换上了另一枚警徽 可换上的那枚警徽又跑到哪儿去了吗 我会解释的 但我们还是先就桑德勒的事儿达成一个协议 我们还是坐下来谈吧 这不是马上能谈定的 门廊里响起了音乐声 Fletcher建议上那儿看看 别再让不测的事情发生 门廊的尽头处有两张椅子 虽然像是古董 但没有任何不准坐的告示 说说你的见解 你正在调查的是三个不同的案子 一幅名画被盗 也就是桑德勒假装要烧毁的那幅 另外两幅名画也被盗 再就是发生在车里的谋杀 死者叫 巴里 是的 巴里 我想你错就错在 把三起案子都套在桑德勒那漂亮的脖子上 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 桑德勒与另外两起案子无关 首先是那两幅画 你的推理是 桑德勒把照明带扔到那幅画的上面 是为了转移视线 好让巴里趁机到处另两幅画 然后他来到停车场 干掉巴里 取走的画 这推理不能成立吗 首先如果那两幅画是桑德勒头的 那么画在哪呢 为什么没有和追悔的那幅画在一起呢 其次假设巴里是他的同伙 是开车帮他逃跑的 那他何必又另外租辆车呢 他需要巴里去偷另两幅画 如果烧画事件的确是打掩护的话 这种推理还说得过去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要的就是烧毁的那幅画 而且也得到了 他先冒充演员进入博物馆 但趁警卫不注意时 撕下了画 一个老手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就能干成 然后他才来到更衣室 袭击了Lita 但演出开始的时候 那幅画还在画框上 那只是一张复制品 也许是从海报或者咖啡桌上的 艺术画册上接下来的 常识人们都在离他20英尺外的地方 而且也没有那份闲情意志去留意的 吸引他们的是丰盛的早餐和女神 所以他蒙过了人们的眼睛 再说他燃烧得很快 他一定还借助了闪光纸 而画在帆布上的油画 是绝不可能燃烧得那么快的 投掷上去的照明弹 甚至还不能点燃着 闪光纸 就是魔术师们使用的那种 经过化学处理的保纸 它一碰到火会发出很亮的光 随即就消失 你刚才也用了 是的 但那枚锦辉 我碰巧有一枚和你一样的锦辉 我在来博物馆的途中 找到了一家彩色复印社 像锦辉之中点凭的东西 复印在纸上的效果是极佳的 当然 上面的号码和你的不同 但你站得远是不会发现的 你用那张复印纸 换下了我的锦辉 复印纸早就在第一张纸的后面了 复印纸的后面 还有一张闪光纸 我只是把别有你的锦辉的那张纸 接了下来 塞进了我的衣服里 这样 当我退去的时候 照相复印的锦辉就在上面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 要把锦辉别在指中央的缘故 你有两个理由 说明桑达拉只偷弃了一幅画 还有别的证据 是 那两幅画被盗和发力被杀的时候 他正在表演台上 发力有可能偷了画 但他怎么会有时间向他开枪呢 他能趁乱逃出来 已经是很幸运了 绝不会再拖延时间 等他杀死了他的同伙后再逃走 桑达拉完全可以等逃离现场后再杀他 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如果不是桑达拉杀了他 偷走了另两幅画 那又是谁干的呢 有人利用了桑达拉的书线 这时博尔曼送了过来 对不起先生们 这椅子是不能坐的 对不起 那幅画鉴定过了吗 是真迹吗 是的 谢天谢地 舞蹈已经结束了 等主餐上完以后 我就向客人们展示 姑娘们准备回去了 是的 桑达拉杀用他的行李车送他们回去 这些日子好像人人都有行李车 桑达拉杀有一辆 死者也有一辆 我在想他们的车子是不是很相似 他们来到了停车场上 有几个姑娘拎着行李箱 已经上了车 雨停了 夜色变得非常迷人 你猜错了 桑达拉杀的车子两面有窗 颜色是深蓝的 巴里的车子颜色是浅灰的 而且比较小 但妮可并没有再看深蓝色的行李车 他的目光落在迪娜的行李箱上 这会儿他正在把行李箱递一递掏 班长 如果我帮你找到凶手和另两幅被盗的话 你能放脏的了吗 我说不准 还有其他的指控 快 能还是不能 好的 我答应你 妮可快步走到排着队水飞上车的供应队伍 拍了拍其中一个独眼的肩膀 对不起 我能检查一下你的行李箱吗 李奥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一只手枪 枪口正对着妮可 他急步上前把持枪的姑娘激动在地 枪从她的手里滑落在博扇的路上 这时 莱特也冲了过来 把一副手铐扣在姑娘的手上 他们面前是一张扭曲的奋物的脸 是李奥突然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我当时也吃了一惊 李奥是唯一不可能偷画和杀人的人 他一直被绑在道具间里 不谈 她是唯一能作案的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桑德勒与另外两起案件没有关系 然而画确实被刀 巴黎似乎也涉足了一个案 因此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有两个盗贼同时选中了今天去博物馆造化 是巧合 是 但又不完全是 这次募捐活动搞了不少宣传 是人人皆知的 因此伴奏舞蹈演员进入博物馆的念头 对李奥和桑德勒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但他们具体的做法不仅相同 李奥争取到了一个角度 那么巴黎呢 从李奥的角度出发 他需要一个可以帮他逃走的自己 他和其他姑娘一起来到这儿 然后准备一头道话就逃之夭夭 于是巴黎就充当了他的身体 接着说你 好的 如果巴黎是在外面接应的同伙 他只可能是涛特或者女神中某一个人的同伙 显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警卫 包括总监博尔曼 并不需要募捐活动这种机会 他们每天可以自由出入博物馆 我同意你的判断 即使是波尔曼或者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趁桑德勒的出现 而突发灵感 盗走了另外两幅花 也不可能让巴黎等候在现场 而他们十个人中 谁有作案的可能呢 曹特一直和舞蹈演员在一起 迪娜和其他七个姑娘都在台上 只有丽塔不在那 只有她能利用这一小段时间 把画从画块上弄下来 更关键的是 只有丽塔知道 另一起盗窃案正在进行之中 由于有了桑德勒这个替罪羊 丽塔就不再需要接应她的同伙了 还有了不在作案现场的旁证 可以平平安安的和其他演员一起回国 更重要的是 盗走的画可以都归她 不必再和发力分赃了 于是她拿手枪把发力打死在车里 在这之前或者之后 又偷了另外那两幅画 然后她又回到道具间 把自己捆绑起来 哦等等 我忘了一点 桑德勒把她捆得紧紧的 她怎么能离开现场呢 也许这是一个需要用犯罪的心理 才能解答的迷坛长 丽塔既然准备把画从画块上割下来 那么那把刀片一定藏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 随时随地可以拿来派上用场 她先用它割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 那么我画在哪呢 妮可拉开了离她的行李箱的拉链 在这儿 妮可从箱子的夹层里取出了两幅油画 递给了探长 最大的衣服的尺寸是二十一乘十七英寸 装进这支行李箱是毫不费事的 哦谢谢你 妮可先生 你应该做个探员 一个私人侦探 在车里 你可把一切都告诉了桑德了 啊是这样啊 我让你把我弄出监狱 你做到了 但我不明白的是 你怎么会碰巧有一只警徽在口袋里呢 哼 我是有备而来的 也许要冒充成警员把你弄出来 想不到这警徽还真派上了用场 把他放回我的口袋 桑德了 那倒也是 你很快乐或者有备要啊 不是 你最喜欢的 哪里 U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